据央视11月1日报道 美军联合日本海字在南海进行所谓海上安全演习 此次美日联合编队阵容非常豪华 除了一艘美军航空母舰外 日方也出动了加贺号直升机航母 编队中还有一艘独立级冰海战斗舰 美日联合编队的一举一动都逃不过中国卫星的眼睛 根据南海战略态势感知平台11月1日发布的消息 卫星在纳土纳群岛东北海域 捕获到了美日联合编队的踪迹 卫星图片中的美日航母 甲板上搭载的舰载机肉眼可见 美军此次派出的卡尔文森号航母群 8月初刚在美国本土完成长期大修 舰上搭载F-35C战斗机 日本海字的加贺号是日本出云级的二号舰 之前出云号已经庆醒了F-35B舰载机的搭载活动 此次配合美国航母战斗群在南海活动 是美日天澳马拉巴尔演习的第二阶段 美日在南海开展一系列海上安全行动 包括飞行训练 海空联合作战训练 海上加油和海上打击饮席等 根据欧洲沙兵二号微星拍摄到的图片 在美日联合舰队的附近 至少有四艘解放军军舰 他们正在进行近距离跟踪监视任务 党内媒体趁机炒作称 塔尔文森号还专门在南海举行夜间 即将训练对解放军示威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